好 台东出生的艺术家王启穗 以水奔子为主要的创作意象和主题 延伸探讨 寻思自己的生命史与原名身份的认同 即日起在导人艺术空间来展出 萦绕王启穗的歌展 以水奔子为主要的创作意象和主题 呈现象征追寻身份历程的转折阶段 台东出生结合悲难族与希拉雅族身份的艺术家王启穗 冲作以视觉感知为样态 探讨时间 影像本体与记忆之间的叠合关系 即日起在导人艺术空间展出油画 素描和版画 等多元媒材作品的萦绕王启穗各展 这次作品算是我一个 搜寻 追寻自己身份历程的一个呈现 阶段性的呈现这样子 所以我以水珠作为我自己的原名性的象征 然后我想要用这个方式去代表我所经历过的旅程 跟我的 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感想 然后这一次跟以往不一样的事 我也试了很多不一样的媒材这样子 有油画 然后有素描 有用环养素质去做的作品跟版画这样子 我身后的这两个作品其实就是我觉得 柱麻跟水珠的关系是应该有某种互相结合 互相牵引的一种概念跟意象 所以我会很想把它很仔细地画出来这样子 作品着重女性的细腻思维 也表现自身对原名身份认同的过程 从水滴到近世的柱麻 纪念水分子主题 既是一个提问也是一个回望 也是持续萦绕回旋的一种凝视与反思 透过艺术创作诠释自己的生命历程 及其展出至10月5日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透过作品来场合自身生命时对话的艺术饗宴 记者长方眼华女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